动案商场争议风波越演越烈 甚至坊间已经传出要罢免 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声音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也挑明 他们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市党部也已经拟定了反制作为 将针对几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也进行罢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谢国良市长执政这一年 我们幻然情重 对他的满意度高达8成5以上接近9成 只有8成8%是不满意 是不是林佑昌市长妒忌这样的一个成绩 前的市长看现的市长做得那么好 透过这种抹黑的手段要来罢免 那么各位都知道我是军人出身的 我是绝对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 国民党也是 但是缓急节目所乱 我跟各位报告我正规划 要积极的反制罢免 基隆几个民进党的议员 来作为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出口 为了再次把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再向社会大众说明白说清楚 避免被抹黑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国民党副发言人宇庆伟 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简隆中 一起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除了回应罢免市长谢国良的事情之外 市长谢国良再次强调 东岸商场点交 会有今天的产权争议 就是当年前市长林又昌 刻意不登记的结果 因之所以有产权的争议 全部都是如刚刚简律师所说 前市府故意不登记产权 在市府的名下 建筑师工会最近也跟我表达 一般惯例 建始造 尤其是始造取得后 一般来说 一个月内就要完成产权登记 才是正常的常态 然而林市府却多年没有完成 才会造成今天一切的产权争议 不是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NET在主张25亿的产权属于他们的 就是林又昌刻意不登记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他不但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或者是说轻描淡写的说了 然后反而说我在拉K 各位你看我像拉K 所以我会笑一笑 说谢谢 那我应该是说 萧美琴副总统 川内的这个事情 我想跟这个大家说 支持本土的品牌是好事 我也支持 但是这根把25亿的市民财产 给了这个本土品牌 这个是两件事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再次澄清说明 和微风百货签订权利金 到底是前市府收的比较多 还是现在市政府签订的收入的比较多 要看总收入 而不是单看个别科目 事实上在林市府任内 十收的权利金 就是5050左右这个金额 所以如果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大概他的固定权利金就是5000万 但是变动权利金永远是零 永远是零 那这个是一个他们很巧妙的会计方法 所达成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总收入 而不是去看哪个科目谁比较多 我们所得到的实质的金额 并没有比他少 但重点是不是他们所说的1500万 现在可能开始 他们会比较少提1500万 而不会去再提到 他们说我们只收到1500万 我们事实上就是收到比较多 事实上连民进党的图卡 也开始把我们的各种权利金计算出来 然后再跟5050做个比较 但是忽略掉媒体通路的部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是1500万 是5000万加1000多万的媒体通路权利金 而针对当时点交东岸商场时 为什么不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 再进行点交呢 律师简隆中强调 市政府的合约对象 也就是房客是大日开发 而不是Net 房客大日开发 没有说不走啊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中 大家到法院就可以说清楚 所谓Net律师 当然他拿出了所谓的 所有权状 认为市府只有 一楼跟地下一到四楼 好 那为什么市府没有二三四楼呢 这个部分刚刚市长也讲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我们跟大日的合约 是在大日营运期满之后 也就是所谓的109年的12月31号 就要移转给市府 也就是那个时候市府就要去登记了 但那时候的市府没有登记啊 而那时候的市府是谁 是林佑昌 所以你要秀出说 为什么市府没有楼上的二三四 那应该去问林佑昌为什么不登记啊 那个时候是市府应该登记的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虽然 他们的律师说 这个房客如果不走 你要透过强制执行去点交啊才对啊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的房客是谁 我们的房客是大日耶 大日没有不走啊 他要理清这个事情哦 大日从头到尾没有不愿意点交 他没有不走哦 不走的是谁 不走不是我们的房客耶 所以怎么可以援引说 啊房客不走 你应该要走强制执行程序 基本上就是一个路人甲 占用了你的土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太一样 但我也坦白讲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我觉得法律毕竟比较专业哦 在媒体放来放去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大家到法院去说清楚 我觉得会比较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这个市场实际的实际